据文汇网10月21日,援引印媒消息称,近期印度顶住美国压力,与俄罗斯签署了价值54.3亿美元的S-400导弹系统合同,对此特朗普非常不满,警告印度称,印度很快会看到后果的,可能要必想象中的快,印媒称,美国以非正式的方式,向印度传递消息。 如果印度能保证向美国订购F-16战机,将可以避免因购买S-400导弹而导致的制裁。 据悉,印度空军正准备采购114架单座战斗机,这个合同金额大约相当于采购俄罗斯S-400帮空导弹金额的三倍。 美国希望用采购俄罗斯装备的货免权,换取这个天价大合同,堪称师次打开口,看得出来,特朗普满口的倒影,独自骑士装的全是生意。 然而,印度对这个已在巴基斯坦空军服役超过30年的老机型并不感冒,而且F-16与印度自制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不兼容,所以采购的兴趣不大。 印度可能不会采购F-16,却不能忽视特朗普的警告。 为了避免制裁,印度的方法是向美国寻求豁免权。 在第十二届东邦防长会议期间,印美两国防长深刻讨论了美国是否对印度采购S-400导弹进行制裁一事。 美国防长马蒂斯堪称为印度提供豁免权的铁杆支持者,他积极游说美国政府不要惩罚印度。 但他说了不算,总统才有权决定,一名美国官员表示。 美国不会对任何一个国家机理豁免权,只有削减额装备,才能获得美国谅解。 如果印度之一向俄罗斯支付现金,相关制裁马上会启动。 这意味着印度可能难逃美国制裁。 除非改变主意,遵照美国吩咐订购F-16战机,美国之所以对S-400导弹耿耿耿于怀,主要处于两个考虑。 第一,部署S-400导弹系统,需要很多先进武器的配合。 印度拥有很多美制武器,而且这些武器,还掌握在美国盟友手里。 一旦这些武器配合S-400,就不可避免地将作战数据泄露给俄罗斯。 最后导致众多美式武器被对手掌握,这是美国最为担心的。 第二,美国担心俄罗斯挤占南亚军火市场。 一旦S-400部署到印度,南亚周边国家看到效果后,很可能群起而效仿。 进而抢购俄式武器,美国长期打压俄罗斯军火的优势,就会受到冲击。 印度一直奉行独立国防的原则,不会轻易让步。 印度购买S-400也是现实所需,一方面用意提高自己落后的防空水平。 尤其是严格防范老对手巴基斯坦。 另一方面,印度军攻能力太差,生产的防空导弹中碳不中容,只能外购。 而S-400是当前市面上眼见为时的最先进且学会的防空导弹,印度难以拒绝。 虽然美国多次放话要制裁印度,但并未落地。 原因就在于,印度不仅购买俄式装备,还购买了很多美式武器。 比如印美双方签署的价值40多亿美元的C-7运输机,价值20亿美元的无人侦察机,以及价值20亿美元的反潜直升机等订单。 另外,美国还想着拿下114架战机的竞标项目。 在美国人心里,印度跟沙特一样就是个大金属,美国完全可以从印度身上赚了盆满钵满。 一旦美国宣布制裁印度,那么印度就可能停止与美国的军火生意,那么美国军火商就彻底没捡可捞。 不过,现在美国狠话已经放出去了,不可能再收回来。 只能嘴硬心软,一方面象征性的效忽印度,保持美国面子,另一方面钉着印度的钱袋子不放。 或许,印度正是看透了美国的嘴脸,才敢放心购买S400。 严正,多家自媒体,赛平台抄袭阿尔法军事的文章,给我们造成很大困扰。 如果有需要,请光明正大的联系本号管理员开白名单。 不易,谢谢配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